欧亚时报4月24日报道认为 如果美国政府不改变其当前的战略基调 选择更加具有灵活性 并且能够发挥美国真正特长的战略 那么美国统治全球的时代将会不可避免结束 报道认为 当前俄乌冲突、非洲影响力角逐 以及中美博弈等方面 都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迹象 首先是俄乌冲突的持续 让美国在部分传统盟友面前 不再具有足够的权威和号召力 欧洲各国在深度参与这场战争的同时 也在反思这场战争 现在反思的结论越来越清晰 发起这场战争的不是欧洲 而是美国极其操控下的北约 不愿意正视俄罗斯合理的安全诉求 结束这场战争的主动权也不在欧洲手中 美国正在抓紧利用俄乌冲突的机会招兵买马 加深波罗的海周边国家 与美国之间的利益绑定 并且实现北约组织的扩原 欧洲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 于是欧洲在对华态度上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转变 马克龙在访华之旅中多次强调 要构建一个战略自主的欧洲 言下之意就是要构建一个 能够摆脱美国控制的欧洲 使得欧洲能够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进行决策 参与到国际事务之中 随后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法国各个头部企业几乎都和中国国伴企业签署了合作协议 不仅是中法之间的贸易关系得到强化 而且中法之间的文化交流 科技交流等等领域都得到了强化 有意思的是自我觉醒认清美国真面目的 不只是老牌的欧洲发达国家 甚至是非洲的现发达国家都对美国不再抱有期待 在今年三月份哈里斯访问非洲期间 包括赞比亚在内的多个非洲国家政党领导人表示 非洲不需要美国来这里推销民主 美国不能一边使用武力胁迫着其他国家 一边又道貌岸然地试图教会其他国家 什么是民主 什么是文明 我只想说2023年全球各国的反美情绪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造成如今难以收拾现状的 是华盛顿当局的错误地缘政治战略 过去的美国尽管也是一手胡萝卜一手大棒 但更多的是以胡萝卜的甜头来吸引伙伴 大棒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威慑 而进入21世纪以来 国力大不如前的美国 已经很难拿出足够的胡萝卜作为替代 我们看到美国越来越依赖使用大棒 来维护自己的全球利益 阿拉伯之春乌克兰战争等等都是如此 如今中东局势的急剧变化 以及中俄背靠背关系的持续深入 使得美国想要维持单边霸权体系难入登天 在一个月以前沙特和伊朗宣布政治和解 随后由于复杂的原因 以色列和周边国家关系再次陷入紧张 有趣的是 眼看自己的中东小弟要陷入被一众国家围殴的境地 拜登政府方面似乎没有任何行动 反而使中国有足够的影响力 能够让巴勒斯坦问题的各个利益相关方 回到谈判桌上 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 中东俨然已经成为当下大国竞争的关键地区 中国正在积极地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填补美国撤离中东带来的缺口 且这种填补是良性的 能够促进地区和平进程加速完成 如果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上 也能够取得类似于伊朗和沙特政治和解那样的突破性成果 那么中东国家与美国迅速分离 并且形成与中国之间的和睦关系 将成为定局 甚至美国部分智库4月24日 在发表美国媒体上的一些文章指出 即便是巴勒斯坦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中东国家们在如今的境况下 也会更多地考虑从中国获得协助 而不是思考如何让美国重新入局 说到底 无论巴勒斯坦国家的问题走向如何 美国当前很难阻止中东国家加速拥抱中国了 中东再变化 中俄之间合作也在强化 中国国防部部长李尚福对俄罗斯的访问 也引起了美国媒体的高度关注 他们关注的话题无外乎是两个 中国是否会真的开始对俄罗斯的援助 以及中俄之间会如何强化 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合作 我想说的是总喜欢以己夺人的美国 一直在炒作中国援助俄罗斯的新闻 但事实是中国不是美国 中国守规矩有原则 俄罗斯不是乌克兰 俄罗斯能够独立应对目前俄无冲突的局面 所以中国援助俄罗斯是个伪命体 是美国政客及其操纵下的媒体 故意制造的舆论噱头 从李尚福部长的履历来看 李部长对中俄军事合作非常熟悉 2018年中国从俄罗斯进口 苏三无战斗机和S-400防空导弹系统的项目 李部长都有参与 这次李部长访问俄罗斯 是否会与俄罗斯签订新的军事贸易合同 倒是其次 最主要的 中国希望通过高规格的访问 向全世界传达一个有力的信号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军事合作 甚至是其他领域的合作 都会忽略美国压力的影响继续推进 一句话 瞧不上美国 无所谓美国 同时 中国两国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尖端技术合作意向 对美国而言是个重放消息 此前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之中 占据一定的优势 其军事实力基础 就是美国在战略武器的攻防两端都有一定优势 如果中俄之间 在导弹防御技术领域达成深度合作 甚至是建立联合导弹防御网络 那么美国将会失去自己在战略能力上的优势 没了战略武器成有 美国在处理国企事务上 就要搞清楚自己寄金几两 没了虎皮 华盛顿当局也要学会并且适应低调形式 而美国要是都学会了低调形式 那不就等于是美国同治全球的时代终结了吗 美国外交事务网站4月24日发表了一篇题为 美国的债务灾难如何破坏美国的权力的文章 在文章中该网站强调 如果美国债务违约成为事实 那么美国的全球权力将会遭遇重大打击 美元是一种特殊的货币 首先美国政府通过美元体系 厚着脸皮向其他国家借钱 来支撑美国国内的高销费 其次美元也是全球资本市场之中 实施投资和融资的最核心的货币 最后不仅是美国银行全球的各大主要银行 都将美元作为主要的储备性资产 美国目前接近8万亿美元的国债之中的 三分之二都是由外国央行持有 所以美国债务违约不仅仅会炸到美国政府 也会波及到所有大量持有美元美债的国家 对于美债而言 一旦出现所谓的债务违约问题 不仅仅是美国政府的信誉破产 而且还会引发全球美元体系的解体 对于美国而言 美元是汲取全球发展成果 为华盛顿所用的关键工具 一旦出现了美债违约 使得美元的公信地位出现动摇 那就意味着 美国通过美元控制全球的能力彻底作废 可能有些朋友觉得 这一天到来看起来挺美好 但我要说的是 美元的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很低 美国媒体把这个问题抛出来 也就是为了搏一搏眼球 大家要知道 当前美国两个核心政党 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是盘踞在这片土地上百年以上的大党 尽管在政见上有分歧 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都不会允许美元因为任何原因 而真的来一次硬着陆 其他问题上 民主党和共和党能够斗个鱼死网破 搞个血战到底 但唯独在维护美元霸权体系上 两党是事实上的战友和共谋者 从目前看 美国的国际收支 其实是处于基本平衡的良静状态 货物贸易逆差显示的是 进口大于出口 货币形态表现为美元的外流 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 显示为资金进口大于出口 也就是美元的流入 说的直白一些就是 货物贸易逆差等于就是 让美国用美元称心如意地 买到了全球出口国的廉价商品 服务贸易顺差与资本项目顺差 等于就是美国凭借技术与金融 比较优势 驾轻就熟地完成了美元的回归 维系这种逆差与顺差 并存状态下的国际收支平衡 使得美债很难出现违约 既然美元违约是个伪命题 为什么美国媒体如此大肆宣扬这些呢 原因很简单 当前美国靠发薪债来还旧债 靠国际贸易体系来维持收支平衡的 既有策略的事实遭遇到了一些问题 首先是中美博弈 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很大程度上 需要与中国之间维持良好的贸易关系 但是中美在政治关系上逐步降温 使得美国资本对于中美贸易 是否能够继续发展产生了疑问 其次是美元使用率 从2022年俄乌冲突以来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尽可能少用美元 进行国际收支结算 同时美国的几个优质债主 都在积极地抛售美债 美国发的新债 未来还会不会有人接成了一个大问题 所以 与其说美国媒体搞这些宣传 是为了吸引投资者注意 不如说 是美国媒体在用自己的方式 提醒华盛顿政府 做事注意分寸 美国当前暂时还是唯我独尊 但并非无懈客机